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咱们说说内裤这个东西万是不会送的 只有亲密的人才会送 其次呢一般人啊会觉得内裤几十块钱一条已经很贵了 但你买几百块上千块的内裤这可就不一样了 很多女孩给男朋友啊老公啊送什么香水领带皮带 这些都太普通了他记不住的 但是你要是送个表啊送个包啊太贵了没必要 但是一条上千的内裤顶配了 他一穿就会想起你来的 第二你买得起的最贵的伞 特别是容易下雨的地方送伞真的特别的好 我有一个朋友啊送给他老公的礼物 就是他从英国定制了一把查尔士王子同款同品牌的雨伞 还在这个伞柄上刻上了他老公的名字 一把伞六千多这个伞柄握着特别的舒服 每次他老公打伞就觉得自己老婆特别好 第三野外求生的用品一样的要贵一些 什么手电筒啊水果刀啊 总之他平时能用上而自己又舍不得买的 男人眼中这些东西都和孩子玩玩具是一个概念 他会时不时的摆弄还能玩起来的 第四好的打游戏坐的椅子 你别天天再埋怨老公打游戏了 你再叨叨他也是喜欢回家后躺在沙发上打的 不如啊你给他买一把好的游戏椅 让他坐起来特别舒服 这样他每次打游戏的时候都能体会到你对他的好 下次即便你在他打游戏的时候叫他帮忙 他也会顾忌一下你的感受 毕竟啊这把椅子太舒服了 我们再说送女人炫耀 就是送那些能让他在朋友圈 秀老公对他好的东西 好的餐厅 一大捧玫瑰 一盒口红 这些他都能发 如果你嫌麻烦给钱最实在 别520直接发5200 红包越大他越开心 你一定要知道 女人不是虚荣 要炫耀这些物质化的东西 他炫耀的是自己有人疼 有人爱啊